欢迎来到中关村非损伤微资技术直播节目 与今年推出了生物安全研究基金 目前已经开放申请 大家可以截图扫码 了解详细信息 同时联盟理事长也专门推出三期视频 解读了生物安全基金政策 最新科研机会 联盟离子浓度成像检测服务正式上线 可检测11种离子浓度 离子浓度T度变化情况 可应用于医学 动物科学 植物科学 微生物学 环境科学 水产研究 昆虫生理等研究方向 可检测样品包括 整体 器官 组织 细胞 细胞器等 如果您有兴趣 可以直接联系中关村NMT联盟 没有填写过调研问卷的老师同学 请截图扫码填写问卷 并将获得联盟定制的礼品一份 大家下午好 欢迎 每周五的下午 来到 我的直播间 然后 咱们 今天的 主题呢 相信大家已经在之前的直播海报上看到了 这个 这张图片 大家猜猜 我要想说的是什么 这个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 最近的这个 嫦娥五号 温月 然后带回月球的月长这个新闻 然后呢 举国欢腾嘛 对吧 这个实现了咱们 毛主席的一个夙愿 上九天蓝月的一个夙愿 对吧 但是我记得 几年前啊 好多人这个抱怨 这个 咱们这么多钱 投入到这个登月的工程 我的民生怎么办啊 对不对 这不都是面子工程吗 之前看过 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对这个一个很好的解释吧 大概的意思跟大家说一下 很有意思 那篇文章写的是 五百年前 如果 郑和 下完西洋以后 再下东洋 得到当时政府的这个资助 有可能我们今天 这一辈 或者是下一辈 上一辈 就不会再为这个 考这个四六级 而发愁了 对吧 五百年前 我们抱怨祖先 放弃了海洋 五百年后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子孙 抱怨我们 又放弃了星辰 对吧 所以说 血公司 包括 中关村NMT联盟的理事长 为了践行 中国民族的创新使命 在这个上两周的 这个直播间里边 给大家讲了 NMT 如何用于 植物微重力研究 现在这个直播呢 已经 告一段落了 我们许悦前段直播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个 淘宝的这个网店 去看一看这些 之前的这个 直播内容 给您提供一些 创新的思路 这个是 现在是一个 付费的一个视频 有的老师又要问了 你们这个 为什么直播 这些内容还要付费呢 现在您看一个 优酷 腾讯的视频 都得要会员 咱们给您提供的 这些科研思路 创新思路 不应该收费吗 对不对 我觉得是合理 行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个淘宝网站上 而且再提醒大家一句 现在有好多老师说 我没有时间看你直播 老师看那个回播呀 这个 后续我们这些直播 有可能也会收费 所以说您要关注 我们每周一 周三周五的这个直播间 错过了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好吧 行 然后呢 十四五开局在即啊 科技创新已成国策 为贯彻国家创新战略和 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的新形势 新挑战 确保在国际技术竞争 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 啊 中国科研人员 及时抢占 以非损伤微测技术为代表的 活体基因功能研究领域的制高点 呃 中关村NMP联盟 提供了两个这个资助项目 呃 一个是设备的升级的资助项目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资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这个如果您采购了咱们的NMP系统 如果对一些功能需要更高的一些呃 功能吧 比如说双离子啊 双传感器去检测 呃 可以在这里边去申请这些基金 然后还有这个应用培训的这个资助 如果您对这个技术 比较感兴趣 或者说您忘了这个系统是如何操作的了 或者说您需要我们给您啊 做一个应用的培训 啊 您可以到这个培训这个资助基金里边去看一下 这些所有的这个资助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 行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年的主题 学技巧 做认证 尽在小剧直播间 呃 咱们今天的直播呢 分为 呃 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 斑马鱼 是如何检测 如何固定的 然后第二部分 是数据如何处理的 因为好多老师啊 问我们这些我们测得的数据怎么处理呀 我们不会呀 这个今天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然后第三部分 就是咱们呃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学公司推出的一些创新产品啊 呃 首先 还是 按照之前的思路一样 咱们从一篇啊 之前老师们 学者们发表的文献入手 这个呢 是 这桌一 啊 中关村MT联盟高级这个工程师 叶宾主任 叶主任 在这个直播间里边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案啊 这个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段这个视频 关于斑马鱼的研究 相信很多的老师都知道 台湾师范大学的林李毅老师 在前面两期的 就是之前两期的斑马鱼独立方面研究的内容中 我们也介绍了林老师的几篇MT文章 林老师从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表MT相关的文章了 就是关于鱼类生理的相关文章 据不完全统计吧 就是我搜了一下林老师的相关的文献 至少有13篇 就是已发表的文章 今天讲的文章是林老师于2008年 在美国生理学杂志细胞生理学中 有关斑马鱼幼鱼皮肤排胺机制的文章 检测的指标是氨离子 检测的样品是斑马鱼皮肤离子细胞 处理方法是受精五天后的斑马鱼 这个是简测的一个形态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文章的一些背景吧 就是大多数鱼类就是排泄氨 主要还是氨分子或者氨离子 作为主要的氮废物 主要还是由于氨基酸的代谢是形成的 塞是鱼类安排出的主要部位 但氨通过塞上皮细胞的分子机制 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本文也是林老师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去进行的一个实验探索 这张图是斑马鱼的各个部位 检测氨离子的一个浓度 其中ABCDF总共是六个部位 分别是斑马鱼的头部 B是心脏 C是卵黄囊 D是斑马鱼的躯干 E是卸直枪 可能是用于排泄用的 F是尾部 基于这六个部分 去做了一个氨离子浓度的一个检测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的数据图的左侧 写的是氨离子的一个浓度 是以毫模为单位的 我们看 就是在不同的区域下 就是A到F六个区域下 在C这个区域 C是卵黄囊 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 其实说的是腹部部位 是它的氨离子浓度是最高的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一个实验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CON-A加 这个是含有HRCS 也就是轻泵丰富的细胞 它的氨离子的流速 外排的流速是比其他的两种要高三倍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OK 行 然后这个呢 是咱们这个文献 然后大家其实也注意到了 这个文献里边提到了 这个林老师测这个斑马鱼 他这个做的重复 最少23次 最多可能做到50次 所以说高重复的才能对您的这个实验结果可信 对吧 还能说服别人 重复越高 你才能越说服别人 对不对 然后有的老师说 我这个做重复 花费的钱 我得测 我得那个花钱去测呀 重复太多的话 我这个 你买一套系统啊 对不对 现在联盟这个资助 几十万的系统 我现在十几万 八九万一套 如果你想想看这个资金的话 你去联盟网站上 对吧 他们有钱 给你补贴这个系统 买系统 买一套系统 您测50个 您测100个重复 不也那么点钱吗 对不对 行 然后 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文献啊 大家可以到这个 中干村联盟网站 包括咱们的虚业研究院网站 还有咱们虚业公司 这个网站里边去看这个文献 这个文献编号 是F2008-003 然后大家可以点到这个联盟的网站 去在这里边搜这些文献的这个编号啊 这些具体的方法 我就不给大家阐述了 因为这个周一的直播间里边 业主任已经在这个直播间里边 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个业主任的这个直播间里边 去详细了解咱们的这个文献 是如何在这个网站上去找到的 好吧 然后 这些 虚业公司的这些网站 对吧 都可以找到这些 咱们之前的文献 跟大家 说一下吧 这个啊 之前有的老师想要这些斑马鱼的这些文献呀 包括之前那个斑马鱼海峡两岸研讨会上 林立毅老师啊 在这个斑马鱼研讨会上那些发言呀 这些PPT啊 这些您可以到这个联盟网站上 啊 这有一个斑马鱼研讨会 这里边 有一些啊 这个参加这个研讨会的这些图片 图片介绍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包括 这个报件 报告的这些课件 然后林老师他们这些研究成果的这些文献啊 这些都是斑马鱼的这些文献 您可以参考这些文献啊 包括还有医学动物科学文献的一些下载 好吧 啊 这个 需要测试的话 很多老师都应该知道 这需要测试页啊 这个测试页配方 在文献里边有 我也给大家整理出来了这个 刚才这篇文献啊 林老师这个文献中的这个测试页配方 就是这个配方啊 给您放大了 您可以去用这个配方去检测 然后测试页 准备完了之后 然后咱们就应该接下来 下一部分就得需要去 做这个实际的检测了 对吧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斑马鱼的 鱿鱼的成鱼 是如何固定 如何检测的 学技巧 做认证 尽在小剧直播间 这个 用这个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去检测 好吧 首先呢 这需要 鱿鱼 这大家看啊 这个斑马鱼的鱿鱼如何检测呢 首先你需要用这个麻醉剂 这个麻醉剂啊 这个刚才那个林老师的这个 呃 配方里边有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上 去这个 去里边买啊 咱们先倒一部分这个麻醉剂啊 然后给它倒到这个培养饼里边 然后 这个 取出 咱们小斑马鱼的这个幼苗 这个幼苗很小啊 也就 呃 一厘米左右啊 就用咱们这个 焦头低管啊 把这个斑马鱼的幼苗 从它的这个培养环境里边 取出来 放到 这个 麻醉剂里边 然后 给它麻醉一段时间 啊 因为这个斑马鱼 如果您直接测的话 它在这个溶液里边会 来回游动啊 对不对 这个固定方式呢 其实就是给它麻醉了 让它在溶液里边不会动 对吧 然后 时间呢 20分钟左右 这个啊 要根据这个鱼的苗 幼苗大小 自己去尝试一下 啊 这个小的幼苗大概20分钟 然后麻醉完了之后 然后 给它 放到 测试液里边 这个瓶子里边 就是咱们的测试液 啊 把咱们的测试液 倒到 培养品中 然后 然后把咱们的斑马鱼的 这个 这个 幼苗 放到 测试液里边 直接 拿到 啊 咱们的这个 系统上 也就是咱们的 非损状微测系统上面 去 进行 检测 现在看 已经 倒进去了 对吧 现在 呃 这个 刚才是 斑马鱼 幼鱼的一个 固定方式 其实就是麻醉 然后让这个鱼 在溶液里边 不用飘 然后这个 成鱼啊 有可能 您麻醉的时候 这些成鱼 它还是会 呃 乱动 这个成鱼的麻醉效果 可能不像这个幼鱼 那么好 所以说呢 我们 学公司自己 发明了一套 新的 斑马鱼 成鱼的 固定方式 啊 怎么固定呢 大家看到 这个是 咱们的斑马鱼 成鱼 你看 这个是 长度是比较大的 得有 五到六 呃 五到六厘米吧 啊 然后你看 现在还在这个水中 来回游动呢 怎么固定呢 然后 您家里边 如果有那种 呃 呃 鱼网 啊 剪银 这个是 啊 公司 呃 常用的一些鱼网 如果废弃的这些鱼网啊 把这个鱼网 您给它剪下来 这个 当然了 您可以去那个 淘宝上 啊 去买一些这个鱼网 对吧 把这个鱼网 剪成这个形状 大小 然后呢 拿出咱们的这个 稍微 稍微大一点的培养品 因为咱们的鱼是 比较大的 咱们鱼网也是比较大的 咱们的固定方式用到 需要用到的这些 呃 固定的这些 数纸块啊 也是比较大的 啊 然后用这种比较大的 这个培养品 这个培养品 你也可以去那个 公司网站上 或者说去导宝上 去采购 啊 然后呢 把在这个游动中的 这个斑马鱼 给它取出来 啊 你看 火蹦乱跳的 然后把它 呃 放到这个 咱们的这个 培养品中 啊 放下去 呦 你看咱这里边 当时在这个 固定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事故 哈 这个是斑马鱼 从这个培养品里边 啊 跑出去了 啊 说明咱们这个 你看 我们这个 飞腿上微测技术 测的就是活体样品 活蹦了跳的 这个斑马鱼啊 这是我们 技术的一个 一个优势 对吧 OK 然后呢 咱们继续 这个固定 然后把这个 斑马鱼 放到培养品中 然后用您刚才 剪下来的那个 就是这个 刷网 然后给它压住 如果你那边 有这种 有的话 您可以不用买啊 这个树脂块 如果你那边 有这个大的树脂块 就是把这个树脂块 给它压在 它这个四周 你看 把鱼 压在这个鱼网上 然后树脂块 这种大的树脂块 压在这个 鱼网的四周 给它固定住 固定一圈 这个咱们的树脂块 虚业公司的官网上 是有这个销售的 您可以到这个 虚业公司的官网上 去采购这种固定 大样品 这个树脂块 咱们一般 好多老师用的 都是那种小的 那个树脂块 那种是固定 咱们这些植物样品 小的样品 那些 然后这个大的样品 比如说您测的大的组织 也可以用这种 大的树脂块 去进行固定 然后倒入 刚才咱们的 这个测试液配方中的 这个测试液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 斑马鱼固定完之后 您看 看一下 您看 它还在呼吸呢 对吧 我们的样品 是活地样品 然后还有需要大家 注意的就是 您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 手套 给它戴着点 行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斑马鱼 幼鱼和成鱼的 一个固定方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鱼 对吧 然后 固定完之后呢 您就需要拿到这个 咱们的系统上 去进行检测了 然后这个检测方式呢 在这里就不给大家 去进行 介绍了 这个 相信这个 有操作经验的老师 都会直接把这个 样品 对吧 放到这个载油台上 找到这个传感器 很方便 然后 这个是斑马鱼 如何固定 行 然后接下来 好多老师会要问了 这个 测完的这个数据 应该如何处理呢 行 然后接下来 咱们进入第二部分 学技巧 做认证 尽在小剧直播间 这个 是中关村 NMT联盟 李市长 之前在这个培训中 做的一段 这个培训视频 教大家这个流速数据 是如何处理的 行 大家来看一段 这个视频 此时此刻呢 这个观看直播的 你们一定接触过 离子流 分子流数据 那么流速数据啊 有正 也有负 那么代表的是 离子流动的方向 这是流速数值 同其他实验数据 最大的区别 那么有的老师呢 就会有疑问了 一组样品 不应该都是吸收 或者外排的吗 为什么 有外排也有吸收 那么为什么 单个样品的 信号也是 为什么一会儿吸收 一会儿外排 这个没法理解啊 当然你要想了解 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就必须先要了解 一个概念 就是禁流速的概念 那么以这个 这个概率子为例啊 这个我们的活体样品 每时每刻都有这个概率子的吸收 那么也有概率子的外排 飞据上微信号微信号系统呢 它测到的这个流速就是此时此刻出去的概率子减去进来的概率子 如果出去的少 进来的多 那么得到的呢 就是这个复制 那么活体样品所表现出来的呢 就是概率子的进入 这就是净流速 你们看图上这两种情况啊 一个是正一百 一个是负一百 实际上呢 他们 你看左边 他们是量上的这个差别 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所以说啊 流速的这个正与负 不是冰与火的对立 如果组内重复 流速有正的也有负的 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那么对于单个样品来说 流速实正实负也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呢 大家在计算流速数据的平均值的时候啊 你只管带着正负号进行加法计算就可以了 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流速数据呢 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折线图 一种是柱状图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啊 左上角的这个折线图呢 红坐标是时间 纵坐标呢 是流速值的大小 那么这个呢 是2015年中科院职务所重康院士 发表在CEL期刊封面文章的数据图 那么这个实验呢 也是在学研究院做的 可以看到呢 用低温实时刺激水到这个根部后啊 会出现一个钙离子吸收的风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个水到适应低温环境后啊 钙离子啊 它的吸收会逐渐的减缓 那么通过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出啊 流速折线图最适合表现的是什么情况呢 它最适合表现的就是流速的实时变化过程 右边的图呢 是柱状图 大家都很熟悉 这是用于表现每组样品的流速平均值 那么用来比较 组与组之间的流速差异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提醒一下大家呀 刚才这些文献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学研究院的官网 xbi.org来获取 那么您进入官网首页之后啊 这个在查询您的科研 与IMP的结合点这个地方啊 那么输入您研究的样品 比如说水道呀 小麦呀 神经细胞 或者呢 是您的研究方向 比如岩血泊 植物营养 肿瘤等等 当然您也可以输入英文 来进行检索 那么在数据处理的 这个最开始 大家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 样品信号波动的问题 那么这个图上的 每一个折线呀 都代表一个样品 看这个乱七八糟的 交织在一起 看不出什么端倪来 那么经过 虽然波动很大 但是如果按照 我告诉大家的这个方法 那么经过处理之后呢 你也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平滑的折线图 那这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总结起来呢 就是三个字 做平均 非损刷微测系统啊 一般是六秒钟 会获取了一个数值 如果您在这个 序叶研究院做的实验呢 一般每个 一个重复啊 也就是说一个样品 它会检测十分钟 也就是一百个数值 那么是不是 你做折线图的时候 把这一百个数值 全部用上 当然不是 我们 如果你想让这个 折线图不要波动 那么大的话 你可以对 每连续三个时间点 或者四个时间点的 流速数值 做平均 那么就像这个 我展示的这样 你做平均 平均之后呢 比如说本来是一百个数值嘛 你平均之后 可能就只有二十五个数值了 那么 做出来的数据 自然就是 这个折线图啊 自然就更平滑一些 波动不是那么大了 当然在这个地方啊 我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间轴的问题 因为你一旦做平均之后 本来是六秒钟一个点 就是时间间隔是六秒 平均之后 三个值平均之后呢 那么就是十八秒一个点 时间间隔就是十八秒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时间轴 给更改一下 那么已经发表的文献上呢 那么很多折线图 都是用这种 这个处理方法的 比如说看这个折线图 它本来是五分钟 五分钟应该是五十个数据点啊 但是它图上只有二十个数据点 那么 它其实就是使用我刚才 告诉大家的 那么这个方法来进行处理的 相信通过中关村联盟理事长的这个培训啊 大家对这个数据处理 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 接下来的那个直播间里边呢 后续的直播间里边啊 会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数据处理 这个其他的这些方法 比如说这个折线图 柱状图 这种优秀的折线图和柱状图 是如何做出来的 包括这个信号波动如何处理 好吧 大家关注后续的这个 每周五的这个直播间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进入咱们的第三部分 创新产品 学技巧 做认证 尽在小剧直播间 好 如果有关注 每周三的这个直播啊 相信有的老师知道 这个每周三呢 学的这个李磊 李经理 会给大家介绍这个 每期的这些创新产品 这一期的创新产品 就是这个咱们的离子 浓度成像仪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咱们的产品 然后呢 这些数据呢 它是以这个图像的形式 来呈现的 这个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数据 对吧 它这个 咱们上面这个图 就是咱们测完的这个数据图 然后它测的这个是斑马鱼的这个腹部 然后它这个背景浓度 是绿的 然后如果它这个颜色 如果越深的话 就说明它这个浓度越高 然后颜色越浅的话呢 说明它这个浓度越低 这个位置的浓度可能就越低 对吧 然后下边这张图 就是咱们测的这个斑马鱼的这个头部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它你看这两个头部跟腹部的这个浓度 去进行这个浓度成像的这个检测 好 今天的直播 首先呢 先回答一下 这个屏幕上的这个问题吧 有的学生问啊 这个我想测这个斑马鱼的鱼鳃 这个鱼鳃啊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 咱们在这个下期的直播间里边会给大家去介绍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鱼解剖下来 然后固定 然后那个这个下期呢 我会在这个周五的直播间里边 会大家进行详细的这个讲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数据处理的教程在哪里可以找到 这个数据处理的教程 我给大家找一找啊 这个在网站上 这个资源里边是有的 如果老师有这个刘素云的话 您可以在这个刘素云上找到咱们这个资源 在这个刘素云里边有这个很多的这个视频资源 然后找到这个数据处理 给大家放大一下 数据处理这个 分析作图 然后呢 培训教程 这个培训教程里边 就有这个 这个视频的这个资源 这个中关村联盟理事长 讲的这个视频那个数据处理的培训 大家可以到这里边去看 然后那个数据处理呢 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也有这个资源 这个我们的百科上也有这个资源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资源网站 大家可以到这里边去查看 好吧 行 今天的直播呢 整个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行 欢迎继续关注每周五的这个直播间 大家下期见 拜拜 建行创新使命 服务中国科研 实现产业报国 欢迎收看中关村NMT联盟直播栏目 向大家传递一项重要信息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生物安全法 联盟按照国家战略部署 于今年推出了生物安全研究基金 目前已经开放申请 大家可以截图扫码 了解详细信息 同时 联盟理事长也专门推出三期视频 解读了生物安全基金政策 最新科研机会 联盟离子浓度成像检测服务正式上线 可检测11种离子浓度 离子浓度T度变化情况 可应用于医学 动物科学 植物科学 微生物学 环境科学 水产研究 昆虫生理等研究方向 可检测样品包括 整体 器官 组织 细胞 细胞器等 如果您有兴趣 可以直接联系中关村NMT联盟 没有填写过调研问卷的老师同学 请截图扫码 填写问卷 并将获得联盟定制的礼品一份 感谢观看